教育局局長吳克劍先生由2012年7月1日上任到現在 還差18天 就滿兩年了 兩年任期以來絕劣的施政可謂慶祝難輸 公眾對於教育的怨氣也衝天 教協會最近一個調查裡 我們總共有2,800位老師 參與了今次問卷調查的評分 五分是最高分的滿分 吳克劍先生平均分只得到0.79分 連1分都得不到 最重要的是比0分的分數的老師高達50% 即是每兩位教師就有一位徹底不滿意吳克劍的工作表現 但吳克劍本人經常在五大洲七大洋之間飛來飛去 我也嘗試從這些調查裡總結吳克劍任內的十宗罪 第一 不熟悉教育外行領導內行 不聽民意強推洗腦的國民教育政策 反口腹蝕拖延15年免費教育 後知後覺 學額規劃失衡 導致家長四出撲毀 違反既有政策 小學小班竟然倒退復行大班 不理死活 任由教師工作壓力大增 妄固共識 中學的減派政策軟躍無力 製造斷層 現在年輕教師沒有辦法入職 打壓佔中 干預教師的專業自主 外訪頻繁 好用公帑 但效果成義 吳局長還有三年的任期 能做多場 我真的不肯定 但我希望送給他三句說話 第一 虛心學習 第二 用心聆聽 第三 專心工作 因此我在議案裡頭 要求吳克劍局長深切反省 在短期內努力改善工作表現 否則 特區政府也應該因應 吳克劍局長的能力不濟 和市民對他負面評價 認真檢視他作為局長是否成績